0176说梦话,阿旭睡觉时总会说梦话,内容似乎和一个女人有关系,但妻子小姨总是听不清楚。 一天,小姨找上刘医生,说,我先生每天睡觉时都会说梦话,刘医生点点头,说,那我开个厨房签,这样就不会说梦话了。 小姨,不,不,不,我要请你开能够让她把梦话说清楚的要,因为我想知道她说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,刘医生。